全球最大也是最贵的迪士尼乐园,因游客太多,导致年年涨价。 截止2018年3月,迪士尼大家庭已拥有六个世界顶级的家庭度假目的地,分别是加州的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度假区,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度假区,东京迪士尼乐园度假区,巴黎迪士尼乐园度假区,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,上海迪士尼度假区。 而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则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,有12228公顷。 分动物王国、魔幻影城、科幻天地和梦幻世界四个主题乐园,每个都比香港迪士尼大,还有两个水上乐园,全部玩下来,最少要五天。 当然面积大,门票也是六个之中最贵的。 在奥兰多魔幻王国,成人正常票价为119美元,上涨4美元,儿童票价为113美元。 在全年最繁忙的高峰时期,成人的高峰时期,成人的票价达到129美元,而孩子的票价为123美元。 哪怕是在最便宜的淡季,成人票价也要109美元,而儿童票价则为103美元。 在票价最贵的时间段里,一对父母加上两个孩子,一家四口一天票价为526美元。 在2016年开始,由于迪士尼乐园人气高涨,面临过度拥挤的问题,因此迪士尼乐园计划将门票分为三类,包括特惠票、平日票及高峰日票,从而分散客流。 但尽管迪士尼乐园公司近年来一直稳步加价,但却仍然很受欢迎,游客数量每年都在增长。 对此,我想说,他们还是太有钱。